变论表现被哭搜成街舞 让希拉蕊笑翻了 美国时间周三 美国总统候选人 第三场变论即将登场 然而大选进入倒数 川普却连连遭暴性骚扰一鱼 希拉蕊也哀哄在电邮门等事件说谎 连人三度招风 恐少不了互接藏霸的戏码 才刚发表自己的火星移居计划 真实版的钢铁人马斯克 就在推特大卖官司表示 特斯拉即将发表新品 过日期由17号延后到19号 有爆料28号即将与太阳城 联合发表太阳能的屋顶设备 这个月马斯克动作频频 本周美股迎接超级财报周 由股神巴菲特的爱股IBM打头阵 包括科技大厂Inker 可编程逻辑原件美商赛林斯 以及微软和超微等各股的成绩单 都备受台场的概念有关注 昨天周三联主会和皮书出炉 也被视为是升息时机的 红向雄 法国西班牙与波兰等地 数千民众游行抗议 欧盟对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协定 而英国脱欧已经打乱 美欧签TTIP的计划 不过周四登场的欧盟峰会 为期两天 英国首相梅伊将首度参加 而21号欧央超级马力欧 德拉吉是否依然MD互动也备收 市场关注 感谢您的最后报道